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我真實中國的節目了 新精頭,跟大家先恭喜發財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李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sir,早晨 早晨,早晨 應該晚安 晚安 今天我們要請教李先生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美國對中國打金融戰 這個金融戰好像是打得挺熱烈的 沒有這麼簡單的,不是現在才可以打的 而是在之前就已經在做的了 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帶去上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你說中美打金融戰 其實我覺得西方已經有很多方案做了 早兩年前,巴菲特去沽比亞特的股份 當時我們都很不明白 就是為什麼 因為巴菲特公司,當時無論 那間公司的一個上升週期 到了去年2023年 你不就很感覺到 無論銷量、盈利和市場佔有率 現在上升到領域高峰 為什麼兩年前它開始去沽的股票 還有它沽的手法很特別 它不是說在那個大手委託那些投資銀行 就是一筆賣給人 就是把那個震盪減到最少 它在少量 然後持續在那個二售市場那裡 買出的股票 就是壓制的股票 那今天回頭看就明白 就是其實巴菲特 你說它預先收到美國政府的通知 就是將會打壓中國 就是用金融打壓中國 還是它主動配合美國政府做法 就是這些我們不理它 那已經是很明顯 就是其實已經美國政府 在兩年前已經決定了用金融戰的方式 就是跟中國繼續玩下去了 那另外再看回頭 就是其實金融戰 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我覺得 就是由李嘉誠 六、七年前在中國賣資產 已經是開始的了 因為呢 就是當時我們不明白 就是以為人家說 不要讓李嘉誠走了 其實我覺得李嘉誠已經是 就是你說是收到西方政府 要支援他這樣做 就是他支援他 叫他的配合這樣做 還是他自己收到消息 就是西方就將會用金融方面打壓中國 就是這些 就是其實應該是他神早就知道 就是所謂他神早撤資 就是將那些所謂 將他的投資就放到英國 就是其實你看回頭 其實是成立的 這個有道理 當年李嘉誠 就在中國撤資的時候 都很大的回響 影響到很多人會覺得 喂 你中國是不是真的值得投資呢 他這樣做法 尤其是把資金去英國那裡 是真的有部署的 是不是 李先生 絕對是 你看回 我經常都跟你說 我們是對市不對人 你看回李嘉誠的法家市 就是我 我就覺得李嘉誠應該是英國的代理人 你好像當年的收購和記黃報 是收購很多資產都好 特別是收購和記黃報 和收購那個黃報船路 是匯豐銀行 全部融資和他安排好了 就是叫他簽個紙就可以了 我請問你當時 香港英資 智地 遺和那些 為什麼他不讓英資做 要讓他做 因為他是要 找個代理人 在財力上支持他 然後放個旗子在那裡 適當時候就用了 現在他在中國撤資 其實我不知道 就是我評我估 如果說壞些 就是英國政府 甚至我們講西方 就是要他主動撤資 引發這個浪 第二個 他現在說 有份報紙說 就是因為李嘉誠 要見習近平 習近平不見他 所以他就要撤資 這個是假的 絕對假的 但是呢 當年他主動撤資 我覺得他應該是 不會說他自己 就說收到封 英美就會打中國 他就要撤資 就把資本轉過去 轉過去英國 這個應該是不成立的 我想他應該是收到指示 這樣做的 我們看回 李嘉誠的撤資 是由2012年開始就撤資的 那時候 我們習主席就預備上來 最重要的是 當初有個傳聞 剛才李先生就說 因為見不到習近平 所以撤資諸如此類 當初他拿到和記黃埔 這個情況 大家知道 他背後有匯豐的支持 所以他才會拿到 作為一個英國的代理人 這個是事實來的 我們都不怕說 如果不是 哪會得到這麼多好處 最重要的是 2015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新華社 有一個叫做 《遼亡智庫》 發表了 一個題為 《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 《跑了》 這篇文章 指責李嘉誠 不停地拋售 在大陸的資產 是過橋抽辦 我亦都問過很多內地的朋友 對李嘉誠的風評 真是很麻麻 很麻麻 已經算客氣了 儘管客氣一點點 其實那一年 大量的設置 是搞亂當的 老實說 還有 看到他那時候 大規模設置的時候 是把所有的項目 土地 都很急急地 去逆手 最近也有 資料傳出 他亦都說 你現在 內地的情況 就 一般的 經濟有 一落千丈的風險 2021年 他都跟他的紅顏知己 周凱旋說 山羽肉來 就風滿流 現在是不是 經濟有 一落千丈的風險 這些 好像很厲害 很有預知能力 李先生 這句說話 暴露了他的底 如果你不是收到指示 你不是知道 英美將會對付中國 你怎麼會說出他的話 你是神 大衛sir 當然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經常說 他是不是賣國賊 我不敢說 他最低限度 應該是英國的棋子 這個肯定是 為什麼呢 當時在香港 為什麼這麼多集團 好像九龍倉 畢國光 和英國政府的關係更好 好像很多 英國的代理人 在香港 為什麼個個都不給 只是給你李嘉誠 應該當時是有些東西的 所以關鍵時刻 要撤資 要什麼 你就要響應 為什麼你 把錢都放在英國 現在他的資本都去了英國 他得益到什麼 是沒有的 是虧錢的 但是他一定要做的 老闆要叫你做 你就做 你不能選擇 對 沒錯 大家都很清楚 李嘉誠靠地產發家 由當初的小小一個 村膠花廠 到後來變成地產霸主 可以這麼說 他得益於銀行業的幫手 真的非常之多 當然 在開頭的時候 香港回歸 他是拿了很多好處 在2019年 我們也看到 他在反修例的暴動之中 他還未表明支持 我們中央和特區政府 他在這裡做這麼多事情 尤其是大家記得 在中大的時候 大家看到 有他那間超級公司 什麼街 貨車 就運了很多物資進去 會不會是 受到一些指令 必須要這樣做 這個真是不奇怪 李嘉誠是否走路 其實他從來都沒有走路 他只不過是收割 還有 拿水 盡量拿到最大利益 現在 他在英國的衣服 我記得 英國的電信公司 他也是出現問題的 大家說 你現在要收購另一間公司 你是香港人 你是有中國資本 在背後 我不會再想讓你收購 他都遇到問題 我自己感覺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或者你是黃皮膚 黑眼睛 黑頭髮 大家都會視你為中國人 好像說你是日本人 你是有這樣的特徵 你要受到西方的指令 令整個市場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幅 我們這樣說 不可以說出現很大的問題 總之會有些情況 令整個經濟 完全出現一些動盪 上下波幅很大 李嘉誠這樣做 其實原因都很清楚 大家知道 他這些所謂的撤資行為 是不是真的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 不是的 如果不信任 他不如直接連香港那些 資產都移走 沽走了 不需要留在香港 繼續在房地產那裏 那裏 李先生你覺得 對不對 首先要說一件事 大衛sir 好 中央政府 甚至各級的政府官員被他騙了 他口口聲聲說 我好愛國 我愛國商人 但他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中國人 因為他所說的愛國 其實騙了他在加拿大 他愛加拿大 不是愛中國 又對 所以中央政府的官員以前 江澤民、溫家寶那些 胡錦濤都被他騙了 但是習近平沒有被他騙了 所以他對他 習近平一向對他不太有好感 所以 到了他上台之後 不是說不就不叫他仗 所以他去到哪裏都說 我又很愛國的 你有沒有聽見他講過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他 又沒有 我都不太覺得 黃台之鮑 那就是 他只是說黃台之鮑我的印象 就是 他經常說自己是愛國 那他愛哪個國 他是加拿大 就是愛加拿大 他沒有說過愛中國 是你這些人 想多了 一廂情願 以為他愛中國 他沒有 甚至他也有說過愛香港 但從來沒有說過愛中國 沒有說過我是中國人 我暫時這一刻 我都沒有找到資料 他說自己是中國人 絕對是 很明確 他的國籍是加拿大籍 香港就容許雙重國籍 所以他愛哪個國家 大家都很清楚 還有 當初看到 很多時候那個拋售 是非常之令人驚訝的 亦都是當時 令到大家 就收割了一波 收割了一波 收割了一波中國 我們也知道 老英那邊是比較陰濕的 當年 亦都有五萬個傳聞 但這個傳聞都有一定的真確性 就是有很多官員 以及社會重要的人物 他們都可以拿到英國的護照 不是BNO 是英國的護照 李先生這麼有名 一定是首要的 當然他選擇去加拿大 都是明智之矩 不要這麼親密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交給你 李先生 但是加拿大英聯邦國家 他手上有沒有英國護照 沒有人知道 還有當初你覺得 匯豐銀行過分地照顧了 李嘉誠和他的公司 你收購和記黃報 和收購黃報 全部是匯豐銀行貸款給他的 以他當時的公司規模 你有什麼 人家說蛇吞賬 如果當時 英國很多公司在香港 和香港 很多商人給他實力強 還有 還是親英國 當時 英國的代理人 為什麼英國政府 香港匯豐銀行 每個人都不給他 就是給他 那你就值得心思 你要想 這個世界 我都說他 沒有無緣無故 我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就是這樣 為什麼當時 不給你大衛席 還要給李嘉誠 有親 是不是 很簡單 一定是有 就是我捧你出來 我捧你上位 到時 你說你是什麼角色 我們不知道 那就最低限度 帶頭撤資 就肯定是 帶頭撤資 肯定要配合 配合西方社會做事 這個肯定的 是不是 這些是 這些是沒得狡辯的 還有 你說 那些人說 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很差 感覺上 感覺上 市場沒有那麼活躍 這是真的 但是你說中國的經濟有沒有問題 我跟你夠膽說 我拍攝香港 一定沒有問題 我們都是這樣提 是沒有問題的 內地的經濟 因為大家的生活 都是很悠遊自在 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不過在花錢那裡 有一點點擦著 應洗得洗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還有我沒有必要去追求這個名牌 這是很重要的 請講 多一會兒說 中國的樓市現在很差 其實現在樓市差是人為造成的 你知不知道 怎樣人為造成呢 請教李先生 如果中國支撐樓市的購買力 除了私人購買 就是港澳 外國人 本地人購買之外 其實一個支撐樓市 一個重要的力量就是 現在中國大陸的社寶機 寫來社寶裡面 有一個六險一金 其中有一個一金 就是住房公積金 就是很多大公司 那些國企 還有那些政府工作人員 全部是有住房公積金 就是住房公積金 就是每一個月 就是私人 叫一部份 就是政府 或者公司 避一部份 就傳入去那個 住房公積金那裡 將來買樓 你不需要銀行貸款 就是住房公積金貸款 就可以了 那個利息低 還有那個是很厲害的 但是問題 現在你的住房公積金 是沒有開放給你買第二套房的 所以就限制了購買力 但是當你如果全部限售 就是限購那裡全部解除 還有住房公積金 你買了多少套房 我都可以在那裡貸的 那你是不是釋放的購買力出來 就是現在來說 它so far到為止 現在中國政府 都是用政策性來管控樓市 不是說你外邊看 不要人買 你試一下全部放開它 你的購買力不可以爆發 嘩 這個絕對爆發 大哥 你有住房公積金 我都沒有留意 我自己在內地有寫報 我都沒有留意到 究竟我住房公積金裡面 有多少錢在那裡 因為我自己全部供了 原來是這樣的 第一套就可以 第二套就不可以 現在暫時還沒開放 第二套就不可以用住房公積金購買 但是問題呢 住房公積金 如果你說有一套房 現在需要裝修 你可以在那裡貸 但是買第二套房就不行 因為它有限購 就是有限購 它那個政策性框著你 譬如說你很多 做老師的 做公務員的 這些大的企業裡面 總之任何企業都可以 就是你願意就行了 如果你說可以 第二套房可以買的 你知道中國人最喜歡買房子 那你是不是立刻 那個購買力立刻爆發出來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是人為的 將一部分的購買力限制了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是令到人買得起房子 和人按居樂業 那特朗普說的那一句 房子是拿來住的 不是拿來炒的 那現在你各級的政府 銀行 儲房公積金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執行那個指示 那就是限制了 那其實是兩體的 那你對年輕人 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是好的 那當然你很多房子的人 那當然不好 就是限制就等於現在香港 那就是樓跌了下來 那當然 每個人都不見很多錢 但是那些是帳面而已 但是你要 我們住在這個社會的地球 那當然 這個絕對是有效益可以看到的 那你房子太多其實都沒有需要 那你紮著錢在那裡 其實也無謂 那還有我們看到 內地 即是中央政府的工具箱很多 我看我開哪一飯 大把可以用 現在用洗來洗去我自己形容 都是面那一陣 那這些面那一陣 其實大家就不用擔心 說內地經濟會倒塌 會崩潰 這些機會性真的是很小很小的 那我看回頭 剛才李先生跟我們說 巴菲特那邊 就沽比亞迪 是慢慢逐少逐少的沽 我找回資料 的確是 他沽了很多次 我們由最早那次說起 在2022年的8月24日 巴菲特就減持了133萬股 2022年9月1日又再沽 11月1日又沽 11月8日又沽 11月17日又沽 12月8日又沽 2023年1月3日 1月27日 2月3日 3月31日 5月2日 6月19日 最近一直沽 一直沽 上一次沽課的情況 在5月初披露的持股水平 巴菲特不足2個月期間 總共減持了937.7萬股的比亞迪H股 那他沽貨為何要這麼厲害和碎濕濕去做呢?老老實說,他現在持股已經跌穿了9% 即是不需要披露了,那會不會一直沽緊呢?其實是會的 大家知道那時候是正在比亞迪正在上升的期間 李先生,這個很有眼光,多謝了,厲害 所以我說,我們蠢了,大衛sir 為什麼當時我們沒有這個感受呢?我們沒有這個感覺呢? 所以我們就犯了一個錯誤,去年在股市那裡 其實人家兩年前已經出來沽貨 或者已經告訴他們,美國將會對付我們,金融,特別是對付香港 我們自己感覺不到,倒過來看,真的很笨 即是賺不到錢應該,賺不到錢應該 下次要留意一下顧貨,不過這次也看到的 就是將中國的評級降低,目的投資那裡 巴菲特有份,大家知道嗎? 是的,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這件事其實就一直在做的了 好,交給你先,李先生 所以你說,美國 我相信現在美國手上 對付中國最後還有一張所謂的王牌 金融戰出賣了,如果今次金融戰不行 最後就叫台灣獨立,讓你打他 沒有第二招了,已經OK了 我剛剛看到的資訊,真是可以很好 他說華為 他現在做到5nm的芯片出來 他由那個所有全國產化 那你說,現在聯華為芯片全國產化 包括生產設備,設計軟件,材料 全國產化,包括那個光刻機都全球 那你還靠什麼中國呢? 那你現在最後就是熱戰了 剩下最後的熱戰 現在考驗美國 現在講的不是考驗美國 考驗的猶太人是不是真的想幫你打了? 你剩下巴勒斯坦 說真的,你猶太人 你剩下巴勒斯坦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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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想錯了 這個沒有辦法 他們都是沒有 怎樣說的 剛才你說了一句 我覺得很有意思 在我節目之前 說他們是遊牧民族來的 沒有將來 沒有未來 沒有未來 沒有明天 因為他們由幾千年來 一路都是沒有國家的 是自己沒有國家 還有被人滅了 他們一路一路 所做的事情 他們是求財 接著 他這次 就因為西方 特別是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是種種滅絕 所以有個原罪 覺得對猶太人有個原罪 加上現在 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是非常之厲害 是賺到很多錢 已經又控制了美國的傳媒 包括Youtube 還有全部的Facebook 還有那些傳統的報紙 全部電視台都控制了 所以它說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以前沒有中國那麼強大的時候 它說的是真理 但是現在不行了 大衛sir 現在有TikTok 將這些東西爆出來 所以它就老騷成怒了 現在美國 真的是由猶太人作主 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助理 都是猶太人 那些大公司 很多的科技公司 都是猶太人 它是控制了 所以你說 所以我整天說 你說什麼民主法治 沒有可能 其實好像在西方 說法律是公平的 絕對不是 就是西方它設計的法律 只是對有錢人有利 你窮人哪有錢律師 哪有錢去做偽政 大學sir 以前我在美國律師做過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在律師樓做過 我知道 法律只是對有錢人公平 對窮人絕對沒有公平 感受很深 如果你是老美那邊 是做過律師樓的話 我不是律師 就是我做過 在律師樓做過工 就是我很明白 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那時候我在律師樓做 現在有一天 公司生意 就是高個禮拜生意不好 那突然間 老闆回來 律師說 把所有資料都拿出來 那我們做什麼 開會研究個案 都有什麼研究 他說 一開會研究個案 就立刻出帳單 去叫客人拿錢 他英文說 Milking account 你知道嗎 就是等於擠牛奶 然後有些律師說 這樣做不是很適合的 你不想出糧嗎 如果不是這樣 怎麼會出糧 其實就是 說到底就是 美國的律師 一切就是為錢 一切就是錢的 你如果沒有錢 那你講什麼法律是公平呢 還有在美國呢 最厲害打刑事案件的律師 全部是pass guilty 就是等於全部是檢察官出身的 包括我以前的老闆 都是檢察官出身 所以他最擅長打刑事罪行的 因為他知道了怎麼打 因為他們和法庭是非常之熟 以及檢控部門非常之熟 大家唯一唯一唯一 現在香港有多大 就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法官一轉過身 就已經是著名的私人 那些大律師 你這個旋轉門下來 你以前在那裡做 現在到那裡做 這樣就肯定大家 大家維護自己的利益 就是你有錢 我就知道跟你怎麼走 灰色地帶走法律 就是我們不敢說 個個都去做假證 不過我跟你說 所謂的施打官司 就是會做偽政就厲害了 就是等於你做稅 可能做報稅的會計師 如果是明會計師 就是會做假稅 現在包括特朗普的會計師 他都是厲害 就是做假稅 就是做報稅做報假 所以明明賺錢 變形蝕錢 所以在西方的社會就是這樣 一切你有沒有錢 現在他設計那個制度 就是專門是對有錢人的 以前我們不是很明白 經常說我們遵守法律 喂 你很多東西不合理的 你立了法 那不就說法律了 那不就叫合理化了 就是你問題是很多東西 合不合理 發起法律 但是他立了就是法律 就是合理的了 這叫歪理 你明白嗎 這個說得好 老實講 你立法 究竟是否為人民著想 未必是 你要看一下那個法律 不是的 是啊 立法的原意是做些什麼 反而有些法律 是保障一些資本家 我簡單去說 是不是 李先生 我今天先和一個朋友 從美國回來 去喝咖啡聊天 他說 就是他家裡的親戚 在美國做一場 做手術 都頗大的手術 你知不知現在美國做手術 當日做手術 當日出院 這麼急 發生什麼事 沒有啊 因為那個保險公司 要你出院 保險公司要你出院 你都要休養一下 休息一下 這麼快就出院 就是不想付這麼多保險費 沒有啊 不是 是不想付這麼多保險費 因為呢 現在美國是很奇怪的 好像auto insurance 等於做汽車的保險 是由車廠 老闆就是車廠 提供那個醫療保險的公司 那個保險公司 老闆就是醫生 是醫生 是醫生 是醫生組織開的 那個 所以他就知道 怎麼去省錢 是不是 那我很驚奇 那他就出院的時候 做完大手術 出院的時候 給了治理 如果你有什麼事 你就打這個電話 找這個醫生 如果出了院 如果你的體溫超過一百零幾度 那你就去聯絡醫生 他說真的超過感染 通常發燒就會感染 超過這個度數 接著那個醫生跟你說 你說我做什麼 你去急症室 這樣減法 問題是你去急症室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我和幾個朋友談過 他們有個去急症室的經驗 一個很小的病 很小意思 甚至可能肚痛 你去到急症室 可能幾個小時 做一些簡單的檢查 接著可能接下來你會收到 一萬六千元美金的標 就是等於要你給錢 就算你有醫療保險 你自己給三成你都死了 是不是 絕對 我保險 我保險 我去做手術 我包了的 我包了的 要CAM 還有呢 這個事情 為什麼做完手術 做大手術 不是普通手術 大手術 就是做一個非常大的手術 他講出一個理由 你真是肥而所知 他說 因為你留在醫院 醫院多病菌 你回家沒有那麼多病菌 所以你就要回家了 哇 我說不是 我回家 我沒有專業的醫療人員 在這裡照顧我 我在醫院裡 雖然有病菌 但是 你起碼有醫療人員 不照顧我 我吃抗生素 我也要休息一下 你叫我立刻動 那我怎麼辦呢 我是很難的 我是沒有可能的 這些太商業化了吧 那剛才 不是太商業化 直接拿命 你知不知道 出院那個病人 鎖住一個隱留瓶 隱留瓶 還有他剛剛麻醉藥過了 自己走都走不到 就有人抱著 上自己的私家車回家 哇 哇 我說你怎麼 沒有人性 現在美國的醫療會墮落 是這樣的呢 拿命啊 這樣拿命 就是拿命啊 已經 我告訴你 這個案例 就是這個案例 所以 所以他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很奇怪 在那邊的中國人 總之中國什麼都不好 美國什麼都不好 他說 我免得跟他們爭辯 他說 no common sense 他那時候 不說了 就是不說了 就是說了 他都不明白 因為他經常被那些 那他比我更厲害 他說 被一些猶太傳媒死腦 所以以前說 中國人 他同情那些猶太人 就是猶太人 記三記三 喂 大哥 其實現在搞來搞去 現在搞中國 是猶太人在搞你而已 哈哈哈哈 這個絕對是 是不是 還有 真的猶太人在搞你 他一年驚醒武中人 他真的猶太人在搞你 國務卿 郭教育團做你 這些大公司 包括巴菲特 都是猶太人來的 耶倫也是 耶倫也是 接著呢 Facebook Google 那些全部都是猶太人 那些大間公司 全部是 都不是猶太人搞你 搞你中國 那你為什麼要同情他呢 沒錯 這一點是的 還有的時候 很多在可愛的人 其實 受到媒體的影響 是非常之嚴重的 很難有一些 很正確的一個思想和一些觀念 因為他要你看什麼 就看什麼 這個演算法 很清楚的 你看看這些我就給你看看 就算你不喜歡看 我也要特意給你看看 推播一下 給你看看 那些流量又高 你不看 就不行了 所以整個環境 就是操作的 我們也知道 媒體是為政治服務的 對 絕對 這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我猜不到 醫療 都是由一些既得利益者去操控 那就更加得人害怕了 因為 我們要知道 如果作為一個醫生 最重要的是 救急扶危 如果你不救急扶危 你也要用一個生意的眼光去看 這個就很大的問題了 我就突然記起 李先生其實之前有跟我說的 就說 所有的醫生 其實 你就最好不要讓自己掛牌 做醫生 最好立在一個公營的系統裡 這個才是最好的 這一點我覺得 很有道理 因為 其實你做得上醫生 你的最主要目的 以及當初去讀醫 你的目標都是為了救人 你不是為了賺更多的錢 當然 香港學醫人 通常說 你看看做醫生 我賺了多少錢 做一次手術 但在內地 其實對醫生 都非常不錯 我自己感覺到 再看另外一件事 一個這樣 百分之八的 資本主義社會 是不是對社會有利呢 我就覺得不是的 是不是啊 李先生 絕對是 你現在 我都說了 我們中國經常 中國很厲害 製造一些名字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就是資本主義加 社會主義 就是他拿了你資本主義 最好最值得學習的東西 你說共產黨 官員好 你說中國人 他就學習了 就是拿了你最好的東西 接著結合兩種制度 最優良的部分 今天得出 變成了 將來很成功 現在你看到中國 為什麼會這麼成功呢 不是說中國人特別 不是說特別 因為他好學習 好總結 還有制度的公平性 比如說不好的那些 比如說 現在人們經常散佈 中國不行了 經濟不行了 因為中國經濟怎麼會不行 因為他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的經濟掌握 是政府手上 因為是國企 國家企業 以前就抹黑它 媒體說它國企又低效率 又貪污 但是現在倒回頭 當時 當初鄧小平 偉大那樣東西 我聽說他臨死之前 都吩咐江澤民 特別是央企不能夠私有化 這些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石 這個就對了 現在說這麼難 經濟這麼難 但是問題是他 錢方面沒有問題 我要調控社會的物價 我要解決的就業 我要解決政府的稅收開支 因為國企 我有足夠的責任去交足稅 是保持的就業 好像有很多公眾事業 都是國企做的 它不是以牟利為目的 所以社會就穩定了 你說現在感覺不好 我又不會覺得 現在出去 酒樓又要等位 有時候排隊去喝茶 都要等二百多張桌 我不知道這些是好還是不好 只不過你要抹黑它 還有現在最關鍵 中國就是什麼呢 產業升級轉型 現在它不再以房地產為主 經濟 以創新和高科技為主 你要給它時間 大衛sir 不是這些事情 不是一下子做到鬧 現在最新說出來 現在華為做過手機 現在5mm的芯片 全國產化 全國產化 所有由設計軟件 到到光刻機 到到光刻材料 全部國產化 這個是很厲害的 我想全世界 就是中國可以做到 任何一個國家都做不到的 大衛sir 沒錯 ASML 是完全做不到的 它有很多專利 是用其他國家的 因為光刻機裡面 零部件太多 有很多專利 有些是日本 有些是德國 有些是美國 有些是英國 全世界的零件 才會組合成一個光刻機 但是中國呢 那時候 ASML的行政總裁都說 我們 沒有可能有一個國家 可以自己出了所有的零部件 你說你要限制我買給中國 喂 賣給中國 但是 你不要忘記 中國是每樣事情都做到的 對吧 你越逼得它緊 它就越懂得自我研發 而且研發 它又不會違反你的專利 對於中國人來說 其實 很認識得這一套 一定要很知道 我看到很多中國的朋友 其實都不太了解 我們國家 其實面對著 西方的很多打壓 我們走每一步路都非常困難 可以用 北路男女這四個字 去形容 對於 我們的企業 華為來說 我當然覺得 是要領先的 你有沒有想到 當然 華為有國家的支持 沒有國家的支持 一定做不到 但是這個支持 我覺得很值得 還有 你可以研發到 我們全部的 五納米的晶片 由自己製造 由中心國際 大家知道 和華為一起合作 大家經歷過多少苦難呢 今時今日做到 喂 不是差很遠 現在全世界都還有三納米 三納米還是良率 不是太高 而且價錢又非常貴 但是中國如果做到的話 它的價錢會怎樣呢 一定是便宜 一定不會像老美那樣貴 我們最近都看到很多資料 就是和大家顯示 喂 你現在真的 很多時候買一些很普通的機器 例如 豆漿機 小型的家庭電器 價錢是等於西方的七分之一 大家知道 我已經計過這條數了 七分之一代表 一美元 對於一元人民幣 差不多等於等值 這個做法 其實我們中國一直在做 我們回覆一個很正常的價錢 正在收割大家 或者將它虛告 虛標 對於我們華為來說 更加有一個非常好的安排 和製作 我相信都會很厲害 中國的製造 2025就是中國製造 2035就是中國標準 我想請教李先生 會不會提早完成呢 李先生 我想如果西方越緊迫 中國真的有可能爆發出來 會提早完成的任務 現在你連最後的芯片都解決了 我想沒有什麼做不到 其實它軍工方面都很出色的 現在大陸做軍工做一些武器 現在美國都承認了 好像戰艦 中國已經先進過它 還有現在的導彈 導彈全世界第一 所以你說2035年中國標準 我想不用了 可能2030年都可以了 戴衛sir 還有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 我想了一件事 所有人經常說 恆大那個很大的問題 爆發了 還有它那個集資模式是詐騙 我回頭想回一件事 如果你說恆大那個集資模式是詐騙 那回頭說 現在那些保險公司的做法 都是跟恆大一樣 我身受其害 當時我們去買基金給它錢 他那個人經常介紹我們買 他拿到我們一給那個保費 他馬上抽20%給那個人經常 接著 現在恆大也是一樣的 誰介紹錢 他就知道回來 他給20%的佣金給它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說恆大詐騙 香港那些所謂基金資產管理公司 不詐騙嗎 那你怎麼會給20%的佣金出來 只不過現在它保險公司 和恆大最大的分別就是 恆大沒有設定那個 如果你提早拿回錢 就有罰款 就是你保險公司說 你給了它 然後你提早拿回 你罰你的錢 就是將20%轉嫁到你那個 投資人身上 就是它就拿了那個保障 其實你不可以這樣就指責它 就是等於你現在香港做過強制金 根本強制金沒有用的 其實它全部是為基金界 就是如果你對香港人的退休 一點幫助都沒有 因為少少了 真的不會解決它退休的問題 其實你要解決它退休的問題 始終要搞那個中央退休金 不是搞現在的強制金 不過只不過你當時的出發點 就不是為香港市民著想 是為基金界著想 所以有時候我們平時沒有什麼 就是有時間去思考很多問題 還有看現在的製造性 有些什麼合理不合理 還有對比一下兩個社會 其實你說西方社會 經常口講人權有什麼平等公平 其實它很多東西 根本上就是不公平不平等 還有明知道是不對的 那只要它立了法 就不是說合理了 合理合法 有時候我們以前給小朋友說 什麼都要講法律合法 你這條法律本身合不合理先 你要先講先 先講合法先 對嗎 對 沒錯 你的法律上高理都不合理 那你跟我說合法 那你只是大石摘死蟹而已 對嗎 對嗎 就是了 就是了 好像以前在美國那樣 一有那些刑事案件發生 那些律師第一時間 那些人一進來 又說請律師 那些律師就立刻教你 怎樣去避呀 怎樣去減罪呀 怎樣去減罪呀 就是你現在去打官司 譬如那些有錢的 去做很多假事 如果沒有錢那些 沒有錢的律師 那誰教你呀 你就自己去面對 那你告訴我 是公平 怎麼公平呀 皇帝 沒錯 沒錯 有錢就是公平 沒有錢就是不公平 是啊 它整個制度 整個制度 就是整個制度就是為有錢人服務的 不是為窮人服務的 你現在包括 所以現在香港 就是在香港很多制度 還有很多那些合不合理 不合理就要改了 所以你經常說攻擊中國 中國它真的很多制度 是專門為中下階層而設的 那你看市很多就不合理了 就是覺得這樣做都不行的 比如說你限制那些醫生的收入 限制那些老師的收入 又不能夠做那樣 又不能夠做那樣 那人家說 我變成我自由 什麼都可以 但問題是你自由 就是人家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 但是他就覺得 他就幫你小孩覺得 那這些事情做又怎麼樣 所以呢 如果你限制它 就不合理 不合法 但是兼顧限制了人權 那所謂人權 我今天都跟我朋友說過 我們小市民 有穩定的收入 安居樂業 有房子 有車 有病人 立即有醫生看 這就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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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說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是不是 那你在我國做不做到 像是美國 那你做不到 像是他所說的 看個感冒也要約兩個星期 那為什麼 還有 你剛剛做完手術 立即出院 是不是 回家 就是因為 我真的很驚奇 大哥 做個大手術 要立即出院 理由就是醫院多病菌 我立即無言 真是大劑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西方很好 真實中國 就給你看回 究竟國家和西方 那個比較真的差很遠 不要一直在聽西方 究竟有多好 多乾淨 其實現在問題多多 包括有關的那些 藥物的問題 是不是 有些 槍械的問題 整個保障制度的問題 歧視的問題 這些問題 周圍都是 好 李先生 所以最近我在中西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是從加拿大回來的 他在加拿大驗到心臟血管塞了 他就通過關係 就是咨詢香港那邊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很熱情 幫他安排做什麼呢 去港大深圳醫院 去看 說安排手術 我一聽到之後 我就立即打電話接著他 我跟他說 你要先教清楚這件事 我說因為你在深圳沒有社保 你深圳港大醫院 當你私家症 如果特別那個醫生在香港 那個所謂的顧問醫生在香港那邊做 是當香港私家症 我說你要明白 可能分分鐘你花幾十萬 但是我說如果你在中山做 可能你花一兩萬而已 是 我說你想清楚 我說第二個 我說現在中山醫院 就是心血管內科那個團隊 我解釋給他聽醫生多厲害 以及那些團隊多厲害 我說就算你香港過來醫生 都未必夠人厲害 是 我說你花了這麼多錢 是 也都未必得到你期望的治療 我說你自己想過先 我說當然你覺得自己很多錢 我沒有所謂 不過我有責任提醒你 後來他第一時間 我取消了我不去 取消了不去 轉回去中山看 就是這個人不是普通人來的 他是香港大學的教授來的 就是香港大學的榮優教授來的 現在在中山那裡定居 好 有空出來喝茶 聊聊天 真的 就是 那來人家那些有文化的一對比 他就知道了 就是懂得取捨 就是知道了 知道了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我說 你知不知道 現在移民回大陸的 全部都是中上層的 現在去外國都是中下層的 大學生 完全同意 百分之百 回來大灣區生活 真是很不同的 因為 同樣的價錢 真的差很遠 我正在推動很多香港朋友 你是不是要回內地移居呢 你自己決定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在內地 你的生活 比你在外國生活 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 在外面生活 你是很樸素 你不可能 天天穿著名牌衣 走來走去走去 是不會的 而且你回到內地 你會發覺到 你的生活質素 是得到質的提升 不是量的提升 是質的提升 那質的提升 就是代表你的生活更加好 而且性價比真的很高 我自己真的親身體驗不過 當你真的了解到 國家現在的發展 跟以前真的差很遠 而且去到外國那些 有很多有錢的朋友 都說我去英國住 定居 沒錯 但是你去那裡 你過了什麼生活 大家自己想想 你的地方好像大一點 但是你那裡 是不是很優質的生活 大家自己看 深圳上海 或者現在很多地方都比外國很多 李先生交給你 所以我今天和他喝咖啡 又得逐做了什麼 他跟我說 關於美國的貼士文化 他說現在美國的貼士文化失控了 他說你知不知道 現在買外賣也要給貼士 什麼 外賣也給貼士 是的 最少18% 好像他說去買一杯咖啡 他打了這張單出來 叫你 建議你給18-30%貼士 去搶啊 外賣也 不是 所以他就說失控了 他說怎麼喝 7元的咖啡 加上10%的消費稅 再加18-30%的貼士 他說怎麼生存 所以他跟我說 我也要考慮 回去美國賣了房子 回來中山住 他說我拿著求錢 我都不知道多爽 我都不用做了 在中山 用不著還去美國捱呢 這絕對是 100%同意 如果拿著100萬美元回來 是吧 你趁美元還沒貶職的時候回來 夠了 夠了 現在高位就可以了 高位就可以了 接著 在這裡租房子幾千元 接著 拿著 我算我不投資 就擺去銀行存款 那我也夠了 這些東西又便宜 他今天就在這笑 譬如我們今天喝完咖啡 他就說這些東西不用了 我們就不用了 他說 他說真的很感慨 他說美國服務行業沒有服務的 就要收服務費 要強制性收服務費 他說中國提供服務 就不用收服務費 這是什麼社會 這個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是不是 他說現在美國的社會 他們在美國已經在說五六十年 就是覺得是 變成他們自己現在慢慢都適應不到 就是適應不到 就是那個變化了 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稀虛 李先生 是否有些稀虛 稀虛 他對比兩地的物價 居住環境價 我回到中國 我一點壓力都沒有 就是看病又便宜 那些東西又便宜 讀租又便宜 那些東西又好吃 當然美國 你出去吃一頓飯你都害怕 他給了貼士幾十個percent 現在直接是搶金的 你不給不行 然後呢 為什麼他說不給不行呢 有引申過什麼問題 他給我解釋給我聽呢 譬如說你在餐館裏面做的 你美國稅局 就已經鼓你 就是每一台都有 有貼士收的 如果你不給 那個收不到貼士 那個自己要拿錢出來貼的 嘩 這麼嚴重啊 因為稅局是鼓你 就是按照餐館的消費額 鼓你那個十八 就是十八至三十個percent 那個貼士的嘛 今天他拿中間為25 今天按25來收你 但是你事實是收不到 他說那些黑人 墨西哥人就不給的 就是不給你 有些中國遊客都不給的 他說那些就要自己訂出來 他說看見他們這樣 不給他們自己要拿出來 就被迫著又要給 就是這樣 嘩 很悲哀 整個稅務問題都出現問題 那我說不是說收到才給 他說不是的 他說鼓你 因為鼓你每一單都有的 我們在這裏講笑 他說我遲下可能麥當勞都要收貼士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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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小心點 絕對有機 還有老美現在的經濟是不行的 加回給你李先生 是 他暫時可以不可以呢 暫時都可以的 因為他有個印鈔權 沒有就印了 但是什麼時候 那個印鈔權失效 還有他的霸權失效 那時候就沒有了 不過你參照日本 就是日本 就是現在日本 其實如果全世界講 債務最高的就是日本 就是和GDP比較 它是250多 那它現在日本都行 因為它是自己的國債沒有賣出 就是自己買給自己 那就行 但是WUNA的代價 就是國家平庸 那個經濟沒有起息 那現在你說 日本 不是哦 那個股市很旺哦 那你想一下 現在那個股市這麼旺 現在日本那個CPI 就是那個衝動率 都達不到2% 那如果萬一 如果美國一減息 那些日元倒逼它升值的時候 跟著那個經濟 就是又去回負值了 大衛sir 就是你想一下 現在那個股市這麼旺 日元貶值到150 對1美金 那你那個CPI都升不到2% 那你將來你又是跌下去 就是證明那個經濟不行了 是不是 就是不要吹牛了 股市墊 未必經濟墊 這個 這個 因為 因為現在美國 你割不了中國 割不了香港 那就去收割日本 收割南韓 谷高你的股市套欠 那些錢去那裡 你要去新加坡 你以為股市佈升就很好 其實股市佈升不是人人得益的 那你的物價要跟著上 那些樓價跟著上 那些物價跟著上 那些物價跟著上 你看那個經濟基本面就這樣看 你現在日本 你覺得它很好 其實怎麼好呢 是不是 如果它現在要走 你現在那個日元貶值得這麼厲害 那你的通脹也上不了 那將來日元一升值 你肯定 肯定 日本肯定 有負增長 這個肯定 所以現在 它日元150 它都不加息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它一加息 就又倒 加息又死 不加息又死 你為前作都死 只是大人收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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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李先生 記得訂閱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 分享也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李先生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